大家好,我是叶盈飞 有功夫王之称的李廉杰 曾经有访问过他 李小龙的功夫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功夫呢? 李廉杰就说李小龙的功夫有实战力 李小龙是一个高手 但李廉杰又说自己的功夫是花架子 究竟李廉杰的功夫是花架子 还是他谦虚呢? 现在就让叶盈飞和你们慢慢分析一下 首先就和大家介绍一下李廉杰的来历 李廉杰是在北京出生的 曾经在中国全国武术大会那里 拿了五届冠军 他最为人熟悉就是拍《少林子》 当时《少林子》在香港上画的时候 引起一阵少林武术的热潮 令到香港的观众都赞口不绝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观众平时看的武术 一是就是李小龙系列的那种实战武术 一是就刘家良做导演那种 硬桥硬马的少林功夫 就很少见到好像李廉杰的少林武术那样 有翻腾、难度动作 还有里面还集了很多内地的武术精英 真是令香港观众大开眼界 之后李廉杰又拍了《少林小子》 《南北少林》 接着在1990年 李廉杰在美国那里 就认识了香港的武俠导演徐克 接着徐克就找李廉杰拍《王飞鸿》 接着再拍《王飞鸿》《二》 《南儿》《当志强》《少傲光湖》 《东方不败》等等 就断定了李廉杰在华人功夫巨星的地位 喂!叶刑飞 那你说李廉杰学过什么功夫? 李廉杰擅长番子拳 又跟泰式李小龙学过泰拳 又精通盈义权、通沛权、太极权等等 其实李廉杰他对各门各派的功夫都有研究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袁和平导演说 李廉杰的武术知识 在影圈里面最丰富 他就等于一部武术字典 所以他也是一个武师 喂!叶刑飞不是很通 只不过是一个袁和平导演说他厉害而已 那就代表他厉害了吗? 你冷静点 你听我讲一讲一下 袁和平导演的背景之后 再跟我讲吧 原来袁和平自小也是跟于 尖研学这个武术的 咦?那他不是七小福? 不是,他不是七小福 他和成龙、红金宝和袁华是师兄弟 不过他不是七小福 另外,你知不知道他爹是谁? 他爹叫袁小田 袁小田 袁小田是香港电影界的第一个武术指导 袁和平和他的弟弟 自小就跟他百亿盒武功了 你知不知道 香港电影圈最光辉的时间就是 袁家班 以袁和平为首 刘家班 以刘家梁为首 洪家班 以洪金宝为首 成家班 以成龙为首 当时就是香港电影业 最辉煌的时期 他亦是宇宙最强 和恩子丹的其中一位师傅 你说他厉不厉害? 所以他说李廉杰在影圈里 功夫知识是最丰富的 可以算是一部功夫字典 好了,我当你信他说的说话六七成 李廉杰的武术知识也相当深厚 那听你这样说 又好像有些道理 不过都是不通 李廉杰没有听过他有什么格斗事迹 喂,袁和平说他武术知识丰富而已 没有说他格斗很厉害 两样东西来的 你想清楚一点 那好吧,我认同他武术知识丰富了 但是我想知道他真实的功夫 在真正格斗里面用不用 因为他自己又说自己花架子 花架子就是不用 但是我看他拍戏都好像很厉害 又好像很快 那叶型飞麻烦你分析一下 那我就尽管试一下 我们见到他的武术 大多数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那他在少林子那里打过那些功夫 他翻腾钓药 伸手敏捷那里就看到的 那另外他打千层子 那里就代表他的竞力 打千层子就不是很厉害的功夫 不过他都有一定的竞力 那另外在他白王飞鸿系列那里 都看到他的脚都挺厉害的 很多脚法都出到的 甚至有一些很难度的脚法 他都踢得到的 另外他又扮过张三丰打个太极拳 见他的太极拳都有相当的操矣 又见他打个仁义拳八卦掌通臂拳 各样都好像有相当的 那这里就看到一样东西了 他对中国武术很多门派的演练 和知识都是相当丰富的 这里就回应袁和平 说他是属于一本武术字典 都不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这里看他武术知识丰富那里 就可以肯定了 但是他真正格斗的实力 究竟有多高呢 那我们就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个人的格斗数值有多高呢 主要都是看他的快、猛、准 和他的即时反应 另外他功夫的招式和内涵的变数有多多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李廉杰的出拳 或者出脚的速度有多高 他出拳和出脚的速度都算快 另外李廉杰很喜欢表演他那个翻子拳 有几十套路招式 他出手算相当快 但是他这种套路表演出手这么快 其实我们叫背拳 如果真正格斗来说 只有六折 因为我们真正格斗的时候 是因应对方的变化 而自己作出变化 所以不是说你一米快就可以 有时候反过来是慢 我们最紧要是掌握那个moment 不是一米靠快就能打到对手 快我们大约就分析到李廉杰他算快那种 那现在看猛了 李廉杰他的拳算不算猛呢 好像刚才说 他在少林寺那里打过千层子 那他有一定的竞力 但是这些竞力算不算很猛呢 又未算很猛 因为有很多人打沙包 百几二百磅的沙包 打到逢来逢去 那种竞力比你打千层子 是猛很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格斗 我们的拳击伤到人就行了 未必需要很夸张的 前几天我有个网友跟我说 他是住外国的 他说去看一场自由搏击比赛 就两个年轻的女性在那里对打 打到棒棒声 十几十尺都听到 他就觉得很厉害 其实用脚径踢落对方身体 对方有穿着护甲 踢到棒棒声是很平常的事 一般青少年 如果他学台拳道 或者学空手道 蓝带或者蓝带以上 平时表现好些都做得到 没什么特别 他踢到棒棒声 很多时候那些竞力是散的 踢落对方其实不是很伤的 我们懂功夫听声 伏伏一声就反而打到入骨 棒棒声很多时候那些竞力是散开的 踢中他会退几步 但真正受伤程度未必很厉害 那不一定的 要视乎当时的情形 李连杰的功夫快和猛都说了 现在就讲他的准了 那如果李连杰对武术的认知那么深 他对打位就应该很熟悉的 问题是真的格斗的时候做不做得到 之前我有个网友就跟我说了 他就教了几十年功夫的 他就说西洋拳很实用 就跟我说了 如果用西洋拳打去对方下落呢 很多时候都会重创对方的 他就说得没错 但是你们就知道 打个头起码有十个位都可以重创对方的 但是你就需要配合不同的手法和拳法 才打到不同的位置 才重击到对方 就不是一种拳法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中国武术有很多不同的忌击法 拳、掌、指、担、膝、头、膊、脚 叶型飞 学功夫的东西 当然学多一点就更好 我每一样都懂 格斗起来就更厉害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学功夫的东西不是说你多就行 你是要学得精 学得精你一样都很厉害 还有我们要懂得灵活运用 就不是你学了几个拋拳 就是不是拼几个拳出去 华智里总不知够快够猛就行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家就明白了 好像我们打桌球 我们有一招叫洞西 很厉害的 我们视为神技 你和别人打 是不是一出洞西就赢 没用的 你用洞西 就是刚好被人设置了洞架 直接你打不了 你才需要用这招神技 否则平时是没用的 其实所有招数都是这个道理 刚刚在那个情形 需要用到的 你用得恰当 那就是高招了 就不是你学了很多招招 到时你和人格斗 可能一招都用不到的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李连杰的快猛准 究竟他的水准有多高呢 我印象记得 当年他拍王菲雄 曾经和欣子丹 有一场对打 可以作为叉矛 李连杰做王菲雄 欣子丹就做了清朝大官 两人比拳脚 又比棍法 后来就听到欣子丹的访问 他说当时大家都年轻 他和李连杰暗底里 大家都比试着大家的功夫 斗快 斗猛 斗准 在那场戏里 欣子丹就不小心受了伤 不过大家就不可以 拿这场戏作准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拍戏的东西 他很小又很小又很小 狗手必失 不过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看到他们的自然反应 那个对打 那个功夫变化 喂 叶盈飞 听你分析之后 李连杰的功夫 都不算花架子 他也是有真材实料的 花不花架子 其实是一个比较 你看和什么人比较 他说的是和以前古代的人比较 那他就花架子 因为他说的原因 以前古代的练武术 就是用来杀人的 那我们现在练武术的表演 那他再多一样 拍戏 那在真实 现在练功夫 是不会用来杀人的 喂 叶盈飞 李连杰 他经常说 以前 旧阵史的人 学功夫的 就是用来杀人的 其实他说得很抽象 旧阵史 是唐朝 宋朝 明朝 还是什么朝 那其实功夫在什么时候 变成是用来表演 养生 再没有杀人的价值呢 其实发明了有枪之后 用功夫用来杀人的价值 就很低了 你有了枪之后 我们学功夫就是旁身 或者用来韵食 其实再没有特意去学功夫 用来杀人这件事 叶盈飞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那打仗 那士兵练功夫 就要来杀人了 你想清楚点 如果士兵打仗 都用枪 用炸弹 用飞弹 逃手杀人 其实大多数都是用来自卫 还有很多时候 能够不杀就不杀了 所以才捉到对方的士兵做俘虏 如果见人就杀 就不会有俘虏这件事 其实李连杰说 以前学功夫是为了杀人 这个思想是有些含糊的 其实你说以前学功夫 用来韵食 这个是真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又跟大家说一下 当年我爺爺的亲身经历 我爺爺就被叶敏大十多岁 我爺那时候就学了四个师傅 最后就以少林权为主 那他那时候为什么要学功夫呢 还要学几个师傅那么多呢 就是为了寻食 那时候功夫学得好 有什么出路呢 我爺爺本身就在唐山 接着就去过马来西亚 新加坡、澳门那些寻食 他做过保镖 又开过武馆 又做过那些赌场的看场 那个时代这些职位 他都会找些好功夫的人 他曾经跟我白耶讲过 他教过一个徒弟两年功夫 他就可以突合图 破竹简 不过他说他的徒弟特别一点 他本身打铁 骨骨隔和力度都足够 所以很快就练得到这些功夫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讲过一条片 就是关丁拍王飞鸢的时候 石坚和关丁初遇 石坚的小腿装铁铁 关丁的首桥双触版 我当时说这些功夫 大家可能觉得很荒谬 关丁和石坚这件事 不是我说的,是林娇说的 林娇在电视上说出来的 我只不过是把这件事说出来 为什么现在跟大家说这件事呢? 李连杰说以前懂功夫的人 功夫是用来杀人的 我说以前学功夫是用来银食的 就像我爷爷一样 他又做过保镖,又开过武馆,又做过体场 他的徒弟都可以练到开合图,破竹简 我爷爷大叶敏十几年 他的徒弟大约都跟叶敏一年多 比关德卿和石坚,应该是前辈一些 所以关丁和石坚就知道以前 有些前辈可以练到这样的功夫 练到这样的火候 所以记一记,就要双铁 装竹简就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李连杰做过一个访问 他说他拍霍元甲的时候 将他毕生的武学心得都演练出来 其中结尾的时候,他施展一个奉眼拳 打向外国人,我想这一招就是他毕生的法径精华所在 好了,现在协刑非总结 究竟李连杰是有实战能力,还是花架子呢? 其实李连杰是有实战能力的 他说花架子只不过是跟以前 旧式的那些功夫老前辈比 李连杰的拳脚是有快猛准的 不过只是去到某一个程度 你一般懂功夫的武者 不是那么容易赢得到他 好了,讲完一场那么刺激的功夫格斗理论 今天我就有一个作品送给大家 是一个歌曲来的 名字叫《新的天地》 生生死死不惧怕 兜兜转转指示愿 黎明尽了, 青天在燕 是我主, 及我明天 有一片天, 另一片地 是我心中, 密那桃源 情怀未了, 他照在遇 是我主, 及我晴天 又一片天, 另一片地 是我心中, 密那桃源 情怀未了, 他照在遇 是我主, 及我明天 如果喜欢我的作品, 请按订阅 在这里顺带一提, 在你按订阅之余 旁边有个铃铃 你按下那个铃铃, 我就新片 你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多谢支持